你说你为什么一把年纪了 现在才能找对干嘛 我之前呢谈过两段感情 后来分手了 然后到现在呢 想着找对下来着 发现自己找不到的 你真实的一个条件给你要求 能不能讲一下 我自己真实条件 我自己硕制比例 然后身高1.68 体重120 没什么其他的特别的爱好 那你想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想找一个男孩子 身高在1.75以上的 得硕士以上学历 年薪差不多得比我多吧 家里面得有车有房 那你年轻的时候都找不到 你决心的能找到吗 我年轻的时候肯定能找得到 但是年轻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总觉得自己能找得到 年轻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 我年轻的时候 你有遇到过这种 有 所以你把他给抛弃了 对 是我把他抛弃了 你觉得以后还能遇到这样的男孩子吗 那我肯定是想遇到比他更好的 但是我发现 遇到他那样的都不容易了 别说更好的了 那你如果找不到呢 怎么办 我都想了 如果真的长不到的话 我就一个人过了 我不将就 我宁可单身 不愿意将就 宁愿烂在地里面 就是也不便宜别人 是吧 就跟那个地里面的白菜一样 总会有一头猪来拱吧 没有 你烂地里面 你就城归城了 哪头猪来拱啊 所以变化为城土了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 现在单身的女孩子们 你们有条件的 或者是没条件的 能找的赶紧找 在25岁之前 都要把对象找好来 别拖到30岁的时候 再去找对象 你跟别人讲 别人跟你讲 你也听不进去啊 没用的 我这不是意识到了吗 所以我现在的要求 也没那么像以前那么高了 我慢慢的说话 你这个也是非常高了 真的暴涨 我现在我已经要求低了 我以前要求年薪百万以上的 但是发现年薪十万以上的 都不好转 别说百万了 我再降低我自己的要求 注定的光棍面 梦里啥都有